美股处于反弹的模式 由于预期的劳动力市场数据 缓解人们对经济衰退可能即将到来的隐忧 那么美债殖利率走深 四大指数集体收红 道琼上涨超过630点 纳指跟标普走高超过2% 晶片股领涨 辉达跟台积电ADR竞扬超过6% 废半气势如红 收涨超过6%